嗨,我是Annie 现在我们要搭计程车去海云台地铁站 你要跟那个司机讲 看这里的计程车有三种原色 有白色、银色、还有黑色 然后白色跟银色是比较便宜 那黑色是比较贵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海云台站 后面这里就是5号入口 还有3号入口 你们要在这边干嘛 找一间可爱的店 加油站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加油站 好像跟台湾长得差不多 这里是咖啡厅 对啊,他们很爱很爬 他们咖啡厅超多 一男一女不停地跑 哪一间?这间啊 这间店叫做Hippie Mold Living 我女儿特别要来这间店 买这只可爱的狗的钓饰 这个笔也很可爱 对啊 4000块一笔 你可以慢慢选 千辛万苦的终于来了 所以好好的选一下 所以好好的选一下 这间店叫做Egg Drug French Toast Garlic Butter Garlic Butter 好,我要吃这个 哦,他那个是套餐啊 哦,他那个是套餐啊 他有耶 好了 OK OK 好 也没位置可以坐了 等一下就到这边来取餐 我们现在来的这间店 在云台的7号出口处 出来就会看到这间店 然后他是用那个自助点餐的方式 就在外面点餐 然后刷卡 一趟都不能收现金 他只能刷卡 不能收现金 韩剧里面的韩国人 会吃的三名字店 刚刚点了一个套餐 9400块 他吃起来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料比较多吗 还是口感比较好 对啊,料比较多 嗯 9400的话 大概200块左右 这样一份 其实也不太便宜 我们刚才从海云台搭地铁 来到这一站叫做 Centrum City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世界百货 我们要去和折磨 行 Let's go 来到了Spa Land 大家看看 早上8点开到晚上11点 一个大人士20000 可以待4个小时 我們是用釜山Pass换的 接下来要去洗山温暖 洗山温暖的地方静止露营 所以等一下再跟妳們分享囉 他這裡有教我們怎麼折毛巾 折成三折 第三步 把兩邊捲起來 可是沒有啊 這樣子 他那兩個變成在裡面啊 好吧 那妳開始折吧 好 然後呢 就是這樣子 往內 這邊也是往內 好了 那妳戴看看 就這樣 可愛嗎 美麥 就這樣 好了 我們第一次來體驗這個 Spa Lane探針 然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 一進來然後就看 到底是要怎麼樣開始 然後後來 有一個好心的台灣人來跟我們講說 妳就是要先在更衣室 先把衣服都脫掉 然後呢 先進去洗澡 然後沖完澡之後呢 再到Spa池裡面做Spa Spa池有分就是比較冷的 就二十幾度 一直 最高溫到四十幾度 它有幾個池 然後妳就可以先在那邊 泡水啊 然後做Spa 它有那個Spa池水柱還蠻強的 像我今天腳有點扭到 然後沖那個水柱感覺還蠻舒服的 然後做完Spa之後 我們才出來外面 然後才開始就是換它 換上它這個汗針提供的這個衣服 然後才出來到這一邊做汗針這樣 裡面呢 當然是不能拍照不能錄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一起過來的 我覺得它這樣子花兩萬塊韓幣 可以在這邊待四個小時 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舒適蠻划算的 我看有一些他們當地的人啊 就直接在Spa那邊 就是卸妝啊 洗臉啊 刷牙啊 然後就整個都洗好這樣子 然後應該就是晚一點呢 回家就不用再做這些事情 他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覺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棒的體驗 如果你們有來釜山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來試看看 現在來去二樓的餐廳看看 一萬塊喔 對阿 一個麵加上可樂 這是泡麵塔耶 好酷喔 一整排的按摩椅 好了 我們要來這裡買東西吃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做漢針大廳 剛才買的這三顆蛋三千塊 原來它這裡呢 消費是用這個鑰匙 然後直接在那邊指控 用一下就可以點東西 等到我們出去的時候 它才會跟我們做總結算 原來它的消費方式是這樣 然後可以買就是飲料啊 還有蛋啊 也可以買零食在這裡吃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那個 漢針大廳 那它就是地面上有那種 暖氣的那種溫度 可是我覺得做久了應該是會流汗的 這裡空間真的很大 應該可以容納很多人 這裡就是休息區 休息的不錯吧 這裡是休息區 做完SPA之後啊 然後漢針完之後 就可以來這邊休息 那當然如果覺得溫度OK的話 也可以繼續在漢針那邊 然後它有一些那個蒸氣室啊 是溫度比較高的 我看有七十幾度的 也有六十幾度的 但是就可能沒辦法待太久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漢針的大廳 是溫度比較適中的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覺得還蠻熱的 所以我們就先過來這裡 它的這個蛋啊 跟一般水煮蛋不一樣 它是這樣子咖啡色的 吃起來口感就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沒什麼味道 還有給一包這個鹽 我覺得應該要加鹽比較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戶外的泡腳池 這樣子就是一匙一匙 然後你就可以坐在裡面泡 這個是28.6度的 這個29.8度的 這個29.8度 它這整個地方佈置的好漂亮喔 這真的很有度假的Fu 那這個有六個匙 然後分別就是不同的溫度 這一次的漢針木體驗 我們都覺得很棒 下次有機會我們會再來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一起愛生活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